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之前有一條和大家初步透露過的樓盤片的後續 項目的名字叫Greenhouse 發展商在Conquer Pacific 這個樓盤我們之前大概過兩個月 什麼都未有資料的時候 就和大家在Central Park附近的樓盤的Exact Location 和大家分享一下那邊的環境 興趣可以看看 今天有更多詳細的資料有關於這個項目 裡面的標是怎樣 什麼時候開始賣 它有分了什麼collection 簡單來說我們重溫一下地產 它是屬於Metro Town這個大範圍 其實Metro Town大家都很熟悉 有商場 有sky train 有很多樓 有很多衝擊市場 有很多食物的地方 可以說是一個旺度 最集中的地方 也有很多朋友反映說我雖然很想這麼旺 但是又想有沒有一些旺中大靜 沒有那麼繁雜的地方 但是我又可以很快地 可以access到這些生活設施 Greenhouse這個樓盤的賣點 其實可以說是這樣的 就是它在Metro Town過多一個站 這個是Metro Town的sky train站 下一個站往Vancouver方向 就是Patterson的sky train 這兩個站之間 在說walking distance 都可能是十分鐘就已經走到 Greenhouse的樓盤 就是距離Patterson 大概三分鐘走路距離 亦都是向這個方向走的 就是central park central park除了一個樹林公園之外 沿著這條Willington 都有很多球場 可以打球 公園休憩的地方 就是一個很大的綠化地區 這個Greenhouse的賣點就是這個 所以它叫Greenhouse 我們現在說一說這座樓的分佈是怎樣 它總共樓高是43層樓 43樓自己是Pent House Collection 它有些特別之處 43樓下面的五層 即是38到42樓的五層 就叫做Panorama Collection 就是上次Carry重點介紹 亦都會是首先開始賣的一個collection 總共五層樓 每層五個單位 全部都是1200呎以上的大單位 有些去到1300呎 有個大露台 畫一圈 Hundred 新य度最多中遇見 看到風景 又最美 下面由4樓到37樓 就是VISTA Collection 就對方的設計 比如在Concord Metro Town 都會很類似 很多朋友有關心玻璃木屋 這次還有 不論是所有ored 有些設計 Vista Collection 大家可能都感覺已經很熟悉 因為它跟我們之前賣的 Concord Metro Town 2021 以及2022年賣的 Oasis 可以說是相似的 是看實際的showroom 大家已經知道它裡面的materials 都是這兩種顏色 這個是Gridrio的color 就是黑色櫃面 Creamer的color 就是淺色櫥櫃 這次如果是Vista Collection的話 電器組合就會在MIRR 現在我們就重點看看跟Vista Collection 或跟我們以往看到Concord Project不同的Panorama Collection 這幅效果圖基本上可以展示了 它有兩種顏色 這顏色是Zera 它主要是白色系 然後會配一些金色的配件 例如這個水龍頭 Panorama Collection 也會有這個由牆邊延伸出來的水龍頭 方便大家煮菜 煮湯的時候下水或者清潔 然後上面這個煙蔥盒都會配給大家 然後這些玻璃櫃門全部都會see through 裡面有lighting 上面會有一個molding 還有一些lighting才是去到上面的bedroom 九尺的樓底 這隻會多一點點歐式Premium style 通常condo會很少看到 尤其是Metro Town 和Burnaby的condo比較少 要可能是很西區某些好少數的project才看到類似的東西 所以在Burnaby可以說是Carrie做地產經紀而來看到的 第一個是做到這些歐洲style 比較帥仔的一個interior design 大家看到它這邊有很多櫃筒 而且也有配金色的手柄 Island這個櫃面和廚房櫃面都是用quartzet inland engineer stone 而且它是白色配少少少灰紋 下面這些molding都是設計 我猜應該不是櫃來的 包括這兩邊的柱子伸出來少少 明白大家住過這個房子的話 擺脫了以往好像很condo style的感覺 而是有少少house style living的感覺 然後這兩盞很點睛的燈都會包在unit裡面 到時交流標準會有的 地板就是engineer hardwood 當然也有些朋友說喜歡Panorama collection 但我也不是真的那麼喜歡European style 我也是想去一些modern的 甚至Japanese style也有的 這個就是另一個可以選擇的color scheme 叫Lagero 這隻顏色是會更modern 還有我覺得看上面這個櫃有少少日式style 它的顏色的檯面都是以白色為主 加上Back splash 雪櫃面這些櫃面 會多一些米米的木色 它是條紋狀的 而且這個條紋也有少少see through 裡面也是有lighting的 一樣有tanner top的lighting 一樣也有這個水龍頭 剛才那個是金色的 現在這隻tanner style 它會配銀色的水龍頭 你看這些水龍頭都更modern 剛才那隻European style的水龍頭 其實會很復古 有兩邊可以開 整個金色的座 電器 電器的package 全部都會用Wolf和Subzero 現在我所知道的雪櫃就是Subzero 爐頭就是Wolf 將來會更新大家 它們兩個color style的青龍眼機 會有少少分別 如果是modern style 它會直接配一個30吋的青龍眼機 因為下面這些爐頭都是30吋的 但如果大家想選擇European style的話 它做了一個美觀效果 又像煙沖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邊也是30吋 變成裡面的青龍眼機 其實是24吋的 這個畫面給大家聽 好 看完Panorama Collection 兩個style之後 我再升級一下大家 因為其實我們還有Panhouse Collection 當然是最高的一層 它會跟這個 剛剛我們說的Panorama Collection 很相似 實在有更多帥仔的東西 Panhouse的設計 它簡直可以做到很大的L shape 再加上Island 而且因為它樓底高了 剛才我們去到這邊就沒有了 Panhouse的話 就真的會類似 我們現在看到的 Richmond、Burnaby 或者是Vancouver的House 可以上面還有做Molding 整塊連著Lighting 所有東西 令你感覺到你回到Condo裡面 都會好像住在一間House 而且地板 還會有Handbone style的地板 全部都是Bangeneer hardwood 而且也會有酒櫃 也會長身多一點設計 這就是Panhouse Collection 但這個還未開始放賣 我們現在說了這麼久 我們首先看到 現在有免費的 就是有Panorama Collection的Floor Pan 38至42樓 其實很簡單 每一層只有五個單位 這五層都是這樣的 這邊向西邊的這三個 1、2、3 這三個都是三房單位 三間房都是有窗有櫃 很高的 所以是大單位 這裡的話 其實這座樓 如果去到這個高度的話 北邊基本上是沒有檔 你會高於前面那座舊樓 就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山景 等一下給大家看看 西邊、南邊Central Park 這邊東南就會多些Metro Town 多些樓景 剛剛說了這三個是三房單位 0、2、0、3就是兩房加Gas 所以其實樓上的這五個單位 全部都可以是三間房間 可以叫做睡人 只是第三間房間 小一點大一點 我們一隻隻隻看 Carrie最喜歡 或者最近最多客人 這個collection 都是01和04 這兩個 一來是可能景觀美 二來是比較大的 室內面積是1312呎 你會看到它基本上門口進來 這邊就是會客area 廚房、living style 有一個剛剛好像我們看的效果圖 一個長條型的廚房 加一個大的中度 然後這邊就是有個完整size 可以擺放大的餐桌 然後梳化、living room area 這邊除了這些實心顏色之外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Glas 有些是可以sliding 有些是一個窗 然後這邊就是三間睡房 大家看到明顯主人房會再大一點 第二大這間就小一點 每一間房都有衣櫃 主人房就有個大衣櫃 而且我很特別喜歡它的洗手間 它是5 piece的日式style 進來兩個sink座廁之後 你先經過了shower 再進去浴缸 這是我比較喜歡的東西 也沒有什麼浪費 而且衣櫃area 和洗手間area分開 就不需要太擔心濕氣的問題 這個洗手間就是這兩間房share 然後門口進來還有客廁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在家裡開派對 有朋友來的話 這邊有朋友就不需要過去了 大家可以回到這邊去洗手間 不用影響到主人區的生活 這裡進來門口有些steam closet Panorama collection 會送steam closet給你的 steam closet在這邊 這邊是steam closet衣櫃 這個是兩個冷氣機 然後這裡是side by side的washer dryer 還有一個位置可以放書桌 或者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住house 很多時候會有一個位置 給你充電位 放很多電線 插住個不知什麼機器 電話就可以塞在這裡 這邊剛剛說的1312呎 都是室內面積 好像這個單位 它外面的露台area 都已經說是1166呎 所以它的整個生活空間 是接近2500呎的一個單位 所以價錢的話 價錢應該會是200萬以上 尤其是這個角落 因為它是大單位 加上它的景色是很漂亮的 這個西北角落的景色是怎樣的呢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從38樓開始看 前面是有一座Existing Building 所以如果你樓層低一點 你就會讓它擋景 但如果你去到上面這個collection 3841樓 它就在你的下面看不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壯麗的 North Burnaby 然後是Mountain View 慢慢向西過去 就可以看到海峽 然後Downtown Stanley Park 然後過來這邊開始 慢慢進入西邊 就可以開始看到西邊的Central Park View 所以這個單位的景 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檔 我們回到另外其他單位 跟大家很快看完 剛剛看了這個大單位 再看看下面 零四單位 零四單位 沒有了北邊山景 但一樣是很大的 露台比較小 剛剛是說1,100多尺 現在這個是700多尺 但其實你說它小也不小 因為它也很大 是Wrap around 然後每一個地方都可以放到桌子 這些露台全部都會有Wrap around glass system 來到這個單位 其實跟剛才是很相似的 都是門口進來 這邊是自己區域 一樣都是日式洗手間 這邊過去就客廁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好像是launch room 擺一個SIM closet 洗衣機乾衣機 兩部冷氣房 然後就是廚房客廳 再加多一個小釘 所以這個織會是三房間加一個釘 這個單位的話 理論上因為它的露台小了 應該會比剛剛那個便宜一點 可能是接近200開始 這種單位只有25個 然後由38樓到42樓只有五層 所以每一層的差價會比較大 所以Carrie跟大家說的 190、200萬可能是一個starting price 到時候為了42樓 可能會差比較遠的價錢 這也是一個參考價 我們看看最後一個三房單位 這個露台再小一點 四百多尺 都不小 都是四百多尺 不是corner unit 所以它的客飯廳會在中間 然後兩邊就是房間 主人房放在這一邊 有一個U型的walk-in closet 一樣都是日式洗手間 另外兩個洗手間分別在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powder room 不能洗澡 所以住在這間房間 也要回到這邊洗手間 我們看看西邊的景觀 剛剛這個C6正西的景觀 大家可以想像是這樣的 這是Penhouse 如果大家是住在這個單位 基本上就是看這邊 有一點山景 再在這邊看出去會有些單灘 山景、海景 然後這邊向西南 就是 more central park view 然後西南 corner 剛剛看另外這個大的千山 剛剛有ramp around balcony corner 三房 主要的賣點就是它的西南方 central park景觀 因為central park 其實是這座樓的西南邊 所以正西看見 但是西南 corner 是最多的 全部都是 trees 就會很舒服 然後遠方有這個海 天度高 還會看到對面的島 正藍的話就開始會多看少少樓景 正藍的話向這邊就是Patterson SkyTrain的方向 亦有些存在的建築 旁邊開始有些建築的 Perola、Nouveau 附近都有很多樓 我們順手不如看東邊的景觀 現在我們過去的這兩個 就是兩房加GAS的單位 很類似一個大一點一個小一點 一個就是東南方 東南邊也會有少少少Central Park View 然後向東開始會看城市景 這些夜景會很漂亮 但因為樓層高 而且樓不是屏風樓的建築 你都會看到遠處的景 這邊向東 這裡下面和大家看低樓層就知道 其實是會有不同的樓起出來 有Nouveau、Central Park House、Perola 還有一些Future upcoming的夜有機會建築 所以這個方向的話 我相信價位會比較便宜 再加上它的單位又比較小 然後到最後東北 東北開始 這些存在建築就在後面了 然後你會看到樓屋 你高度夠高的話 你會看到Bernabe Lake 然後東邊的山景 接著回來北邊的山景 所以其實景觀來說 Kerry覺得基本上由東北開始 去到這邊也挺漂亮 在東南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City View 大概就是這樣 這兩個跡是怎樣的 02和03 東北 corner 有山景的 2Bat加Gas 小一點點 1100呎 這個1100呎 它就是2Bat Room加Gas 兩間房間放在這裡 這隻Shower就是把Shower Room和浴缸分開 不是日式那隻 然後Walk-in closet會小一點 但房間是很大小的 進門口位還有位 可以做書房 或者你多擺一個櫃都可以 然後這邊就是另一間房 門口進來是2Bat Room 這裡就是廚房 Iran 飯廳 客廳 再加一個guest room 可以放在單人床 外面的露台就是739呎 而最後這個就再細 是小一點還是大一點 小一點 1038呎 都是兩房間加Gas 這個是東南方向 你看到Walk-in-Round 露台 門口進來之後 這邊有個房間 這個guest room是沒有窗的 唯一一個guest room是沒有窗的 就是這個單位 再加上景觀差一點 Kerry感覺這個單位應該是最便宜的 可能大約是170多萬 左右這些價錢 另外一個東北 corner 那一個就可能接近180多 190多的價錢 跟大家說一下下一步怎樣做 現在Concord暫定的銷售方向 它是先會推出上面的Panorama Collection 時間就未定 原本Kerry跟大家說 可能是9月10月 有機會再早些 早到多少呢 現在就沒辦法透露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之前有登記過我會聯絡你 你還在看未定 或者今天才剛才看到的影片 有興趣的 請你盡快聯絡Kerry 我會安排你下一步去preview 等等 上面這個collection 當它開始推出到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預計它就會開始 做下面這個collection 無論你是對Panorama Collection 有興趣 還是對Vista Collection 有興趣 都歡迎你填Kerry的表格 來登記你的interest 我上面會有一個option 讓你選擇是Panorama Collection 還是Vista Collection 你選擇一下就可以了 我就知道什麼時候 應該要盡力跟進大家 因為Vista是沒有那麼快的 現在未有資料 稍微等一等 Panorama Collection 比較急一點 它整個設計是歐式的 有很多樹木 配合整個Satchel Park的氛圍 有很高的樓底 有室內游泳池 然後前面也有一個Fountain Area 它完全是想模仿歐洲 那邊的宮廷式的氛圍 還有綠化圓林的氣息 然後這個是另一個direction Fountain和泳池之間 會有這些金色的拱門設計 隔著 然後大家可以用的 Party Room Style 都是很歐式宮廷式的 這邊繼續是Party Room 給大家看看 不同的圖片 也有麻雀房 我們研究過了 麻雀也是金色的 到時是否真的找一副金色的麻雀回來 Dream Room會在地面上面 一樓 二樓那一層 Dream Room的旁邊 會有瑜伽房 然後也有個乒乓球桌的房間 還有大家可以唱K的房間 很多朋友 我之前出過一段影片 是去介紹Green House的位置的時候 有興趣買Panorama Collection 很多人都說我有寵物 我有隻小狗 我想住近公園的地方 走幾步就可以去Walk the Dog 你回來就可以用Pet Room 做Spa 幫小狗清潔 然後泳池旁邊 也有Sona Steam Room 讓大家可以放鬆身心 然後Grand Lobby Area 也會有Sitting的位 大概就是這樣 你不要碰到它 應該不是櫃 室內面積 不能再碰螢幕 這顏色叫Serra 它主要 你不要碰到它 對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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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